林云儒有很多精彩比赛 就比如之前中华台北的七号种子 林云儒以3比2逆转了 法国的埃利克斯比勒布伦 连续第三场通过决胜局 险胜欧洲三大高手 率先从四分之二区脱颖而出 林云儒仍展示出了 东京奥运四强的风范 作为国拼近年来的一个强敌 他的威胁不亚于张本制和 今年21岁的林云儒 是东京奥运周期中华台北男队 涌现出来的一位天才级球员 他的出现立刻让中华台北男队 增加了一个大赛的夺金点 在2019年世界杯获得了南丹的季军 东京奥运会携手正义镜夺得铜牌 并在南丹比赛打进了半决赛 和樊振东大战决胜局西败 随后又输给德国的奥恰洛夫 未能夺牌 林云儒今年聘请了奥运冠军 维琴光做教练 但没有参加成都的士拼赛 直接来到澳门参加冠军赛 在首轮林云儒 3比2击败了年龄比他大一辈的 德国老将世界冠军波尔 随后次轮又是3比2击败了 克罗地亚的巨人普卡尔闯进了南丹的八强 法国的艾利克斯比勒布伦比林云儒还小两岁 今年还不满19岁 但是已经是今年欧洲拼坛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也是未来欧洲拼坛能够叫板国拼的候选人之一 艾利克斯还有个弟弟费利克斯 二人打法截然不同 哥哥是横板 弟弟是直板 二人在前不久的士拼赛上 助力法国打进八强 但是四分之一决赛 2比3西败给了德国队 差点登上领奖台 乐布伦兄弟俩都戴着眼镜 看上去文质彬彬 挺文雅 但是球场作风硬朗 中远台的拉弧圈质量高且力量大 台北名将林云如对阵法国黑马艾利克斯 最终林云如获胜 比赛的首局 双方开局来回球不多 都是力争在前三板内就解决战斗 不过林云如的控制力 似乎并没有在艾利克斯身上起到作用 反而让他3比5落后 这也让林云如改为和乐布伦拼多板攻 但是多板相持当中 依然是乐布伦先拿一分 进一步拉开分差到7比3 随后双方打了一个多回合的远排相持 最终以林云如得分而告终 这也让他在随后连续打出漂亮的进攻 把双方分差逐步迫近 两人迅速战成7比7平 随着艾利克斯接林云如的发球 直接失误送分 林云如也实现了8比7的比分反超 不过随后乐布伦再次在前三板上率先上手 撤身抢攻 这也帮助他重新拿回10比8的比分分领先 随着林云如的发球 直接失误 没能过往 11比8 艾利克斯拿到首局比赛胜利 占据大比分上的1比0领先 比赛的第二局 林云如开局扣比分扣得很紧 力合发球和接发球抢攻 力争上手在前 并取得5比1的开局比分领先 只不过艾利克斯也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同样在前三板当中就争取主动 他也连续得分 把比分迫进到4比5 但双方形成相持后 艾利克斯的回球帽高 让林云如连续凭借进攻质量 继续保持7比4的比分领先 艾利克斯在防守环节出现问题 被林云如拿到8比5的比分领先 但勒布伦的连续反手进攻得分 让他把比分追到7比8 逼迫林云如叫暂停 暂停回来 林云如在加强进攻的同时 也注意了对自己侧身后空当位置的保护 在局末关键分上把握比较稳妥 11比9扳回一城 双方大比分战成1比1平 比赛来到第三局的争复 艾利克斯依然保持着他非常释放的状态 林云如则显得比较安静 两个人开局 战成2比2平 艾利克斯抓住两次 发球机会 扩大分差 并在林云如的发球轮连续大角度调动林云如 进一步拉开比分 他自己的两格 发球同样在前三板内就解决了战斗 很快艾利克斯就把比分拉开到了7比2和8比3 林云如也指示 在勒布伦放高球时 小幅缩小分差到4比9 不过局莫林云如的反手直线直接回球出界 让艾利克斯勒布伦又拿到比赛第三局胜利 在大比分上取得2比1的领先 比赛的第四局 开局林云如就主动搏杀 也首先拿到一分 但是的管种主动搏杀 在增加得分机会的同时 也增加了自己失误的几率 不过在大比分1比2攻后的怀表 况下林云如也只能拼出去 而这也让他在比分上 很快占据了5比1的比分领先 艾利克斯的发轮 同样被林云如通过主动出击连续得分 双方的分差也被拉开到7比2 但终局阶段 艾利克斯也增加了接发球 直接抢攻的力度 这让他把比分破进到了4比7 艾利克斯的发球直接得分 更是让他把双方比分追到8比8平 但在局末关键分上 林云如还是把握住了自己的两个 发球机会 取得10比8的比分领先 但艾利克斯比赛气质极佳 也通过自己的两次 发球再次把比分追到10比10平 决胜时刻 艾利克斯因为有点急于拿下比赛 连续出现回球下网 12比石林云如又艰难拼下 第4局比赛胜利 双方大比分战成2比2平 需要在决胜的第5局来分出胜负 第5局的比赛 艾利克斯打得有些毛躁 他的两次发球也让林云如直接得分 随后林云如吸的发球轮 他也通过一个中台进攻得分 取得3比1的比分领先 不过随后艾利克斯也是 同样用钱三板上的争夺 把比分追到3比3平 林云如刚刚把分差拉开到5比3 艾利克斯又马上把比分追平 还实现了6比5的反超 但艾利克斯在7比6领先的情况下 自己发球出现直接失误送分 反而被林云如抓住机会 实现9比7的比分反超 一个机会球没抓住 直接打出界 让林云如10比8拿到赛点 随着艾利克斯的回球不过肉 11比8 林云如在3比2拿到第5局比赛 胜利的同时也锁定第一个男单4强名额 恭喜林云如 在艾利克斯这种非常规打法面前 虽然小于挫折 还是最终赢下了比赛 守住了自己的种子位置 期待后面的比赛精彩 两位20岁的年轻选手 已经成为了国拼今后的竞敌 特别是林云如 未来15年内 可能他会一直打下去 国拼同龄选手打出来的太少 目前南拼还是靠老将马龙 樊振东称大局 1-2 2-2 3-2 2-4 2-3 2-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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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